其实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早上能够让我有充足营养的一个饮料 我接触到了Welsher之后呢 我发现到第一 Welsher它是植物性蛋白 所以它是没有任何的乳制品 也不是牛奶 因为我有乳糖不耐症 我一喝到牛奶呢 我就会不舒服 甚至拉肚子 这我妈妈最清楚 从小就是这样 所以呢 它解决我乳糖不耐症的一些困扰 也喝起来的话呢 这个饱足感有 但是它不会让你有腹胀啊 觉得胃不舒服的感觉 这是我觉得最欣赏的地方 我妈妈也喜欢喝 因为她觉得口感非常好 口感非常好 然后很方便 早上起来不用关心 我要喝什么啊 吃什么啊 我就从一边来喝 尝尝池就OK了 是 我们家里在喝饮料的时候 我们都很怕就是那个太甜 太甜很腻 腻的感觉就会不舒服 那我妈妈就觉得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不错 味道如何 味道有那个麦香味 麦香 它有胃太甜 最终是不会太甜 我怕太甜 而且还蛮顺口的顺滑 所以我们喝饮料是很挑的 所以能够让我们家人都能接受饮料的话呢 基本上呢 它就是第一我觉得营养药很好啦 有燕麦 它有大豆 有碗豆 还有呢 这一个大米 我其实还蛮喜欢的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我们家里的肠胃都不好 不管是我妈妈或是我 所以我们发现那个维生园里面呢有益生园和益生菌 也能够让我们的肠道保持健康 对 我没有喝之前 我会四煮 时常会涨风 这个 然后喝得比较顺畅 也比较舒服 再来一个很重要是 随着我们的工作时间长 我们长期面对的灯光 还有电脑 所以我眼睛其实呢都会受到很大的职业性的伤害 所以呢里面有叶黄素 叶黄素对我们眼睛很好的 另外一个我要我妈妈喝的一个原因是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肌肉会流失很多 那我很担心说老人家就是没有补足蛋白质 肌肉流失之后呢 行动上啊 没有力啊 这种感觉就出来了 所以我一直叫我妈妈呢要多喝 叫我爸爸要多喝 是因为平时你很难去摄取充足的蛋白质 再加上老人家可能咬合的力量不够 牙齿啊这些啊都有问题 所以你要吃一些 比如说蛋白质的一些来源 像肉类的话 对他们来讲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如果你喝这个植物性蛋白 像Welsher的话呢 他很容易通过这样的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式 摄取到充足的蛋白质 对我来讲很方便 充一杯就充足了 所以对我妈来讲 就是一家人里面最好的一个早上的开始 这样的情况